第一个如何做多国语系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在上方是不是有一个国旗出来 而且在Eclipse里面也秀中华民国国旗 所以表示突破还蛮大的 这里的话如果你要简体的话点下去 简体版就出来了 如果你要韩文版就出来了 虽然我不知道这上面是什么 但是至少知道它应该是韩文 没错 然后还有日文版 其实也是汉字 然后还有英文版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还可以自己去找个俄文版 或者其他国版 也就是说如果你懂了这个部分的技术的话 你本来是用户大概是五百万 五六百万好了 你一下就暴增到二三十亿了 全世界只要有四位手机 他就可以当 而且他看得懂你的东西 我想他会接受度高很多 那这个多国语系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就是要做一点事情 那这一题因为主要只有大概两个地方会多过 因为这个数字跟这个我想应该全世界都一样 你就不用去弄它了 那你主要会有不一样的就是电话号码跟清楚这个两个讯息 那我们怎么要变更呢 第一个请各位就是翻译嘛 我刚刚是用简单的用Google翻译 Google翻译还蛮好用的 你就把电话号码跟清楚这两个字串贴上去 然后要英文有英文 要韩文有韩文 要日文有日文 要全世界各国语言都有 其实你也已经不用那么大出席 大概就简体吧 日文韩文英文这必要的 其他如果你还要什么 越南文这个 可能暂时可以暂时可以跳过 还什么 你可以看到土耳其甚至法文 法文是 法文是这样 OK 所以如果说你的 还有甚至德文等等 你可以自己再产生 产生之后的话 我是暂时先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记事本里面 原来的 繁体的 简体的 英文等等的 OK 先 产生我要的这些语系 再来要做什么事情 接下来特别注意 就是说 接下来 我建议各位是什么 先把你的原来专案 我先把这个专案先关掉 把原来你的专案一样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 做什么事情 再贴上 贴上一个副本 比如这边的话 我这底线 加一个LNG 好了 因为我已经有一个LNG2 就是把你的专案在做管理 那里面特别注意就是说 它的多国语系 跟什么有关系呢 第一个就是跟你的界面 所以你界面这个界面打开 上面的字要改 那改之前特别注意 我刚刚有讲过就是说 这些字 为什么会有惊叹号呢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这些字 放在它应该放 我们是直接打在上面 可是呢 如果你要做多国语系的话 你第一步